監視器拍下 穿著紫色上衣的被害人 跟另外一名穿西裝男子 在嘉義這一處棋樓進行交易 西裝男從被害人手上 拿出了百萬新台幣 接著來到了商場廁所 待了好一會兒 沒多久又走出去 商場負責打掃的清潔人員 發現男廁的垃圾桶 居然有大筆現金 好幾疊千元超 屬於屬 共120萬 當下覺得這筆錢不單純 緊急報案 檢方調閱監視器 尋找西裝男蹤影 立刻發現有兩個人很不尋常 原來化名阿虹被害人 誤信通訊軟體的投資群組 一開始小額投資10萬元 短短幾天獲利上萬元 決定領住120萬元積蓄 跟對方約地點交付 車手把錢藏在商場南側的垃圾桶 讓詐騙集團幹部收水取款 卻出了差錯 現今許多詐騙集團 被害人拿出百萬存款投資 以為可以高獲利 西裝男車手按照指令 把錢藏在垃圾桶 萬萬沒想到 錢被打掃人員搶先一步攔截 也幫被害人保住了百萬積蓄 及時追回 三雄烙國血紅樹豬 嘉義士報導